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要怕死 跟你讲个老实话 没有死 死是什么呢 死是一个转变 时空境界的转变 没有死 这六道轮回哪里会死呢 死身受身 就像什么衣服脏 脱掉换一件新衣服 生死就是这个事实 所以真正通达佛法的 小的没有生死 生命是永恒的 对于任何境界都没有流量 像我们穿衣服一样 不管穿什么都没有流量 穿几天就脱掉再换 哪有流量一件衣服穿一辈子 不肯换呢 没什么道理 所以觉悟的人 在舍法界 无论什么样的身相 都没有流量 一切随缘 随缘就自在 随缘能信 我无量身 可是这种功夫 要从哪里做起 佛给我们讲的 要从断烦恼做起 要从放下做起 你能够放下 就是佛经里面讲的解脱 把我们的烦恼 解解开 你就脱离忧患 脱离烦恼 脱离生死 我们的身体 每个人都把身体当作悟 错了 这个结果是 结果就是流大轮回 你这个见解不放下 你就出不了流大轮回 神不是我 你一定要记住我 佛家教学的目的 终极的目标 就是把我找回来 有我 我不生不灭了 身体有生又灭了 身体不是我 那身体是什么 身体是我所有的 像衣服 衣服是我所有的 这大家知道 衣服脏了 换一件 身体跟衣服一样 它是生灭法 它死了 就坏了 再换一个身体 换身体怎么换 你都出不了六道轮回 你在这个里头 使身受身 就把身当作过 六道统统是这样的 无论在哪一道 觉悟了 身不顺悟 好办呢 你修行功夫才得力了 这认清楚 真的不是不顺悟了 佛告诉我们 我是永存的 我是不生不灭的 那是真我 世间人迷惑电脑 把身当作过 第一个错误的见解 所以这个身 有什么好谈的 贪生怕死 都是把这个身当作过 设法界 都是我们生活的空间 都是我们生活的环境 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事实 我们就不会贪生怕死 而且我们会有所选择 我这个身丢掉了 我希望换个身 比这个身更好 我们不要忌讳死 不要怕死 要以高度智慧 面对现实 自求多福 真正通达佛法的人 佛法里头没有生死 佛法里讲的是转变 这个才是真正的事实真相 生死是个转变 用现在科学家的话来说 不同时空的转变 从人道转到天道 不同的时空 我们生活在三度空间 天人生活在四度空间 五度空间 更高维持的空间 是转变的 三卧道的空间 比我们人间更苦 佛家不仅讲六道 而且讲十法经 欲人身闻佛法 这个缘不容易遇到 要珍惜这个缘分 认真努力 做一个好的转变 最殊胜的转变 佛在经论上 跟我们讲得很详细 第一殊胜 无过于念佛 念佛往生不退 做佛去了 这是无比殊胜的转变 我们要清楚 要明白 不但事也放下 彻底放下 佛法也要放下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通通放下 以真诚 无比亲近的心 幸运念佛 我们这一生 才决定成就 生是缘聚 死是缘散 只有聚散 那是实在的 吃生死 吃生灭 是假的 叫妄想 不是真相 真相是缘聚缘散 这一层 彻底了解了 在佛门叫 了生死 生死了 明了 彻底明了 明了之后 再晓得什么 原来没有生死 哪来的生死 真正透彻了解了 生 没有什么可喜的 死 没有什么可怕的 也没有什么可悲的 完全是正常的形象 这样一来 就是我们佛门常讲 生死自在了 因为那明了了 你就自在了 金刚经商说得好 凡所有相 便是希望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 抛音 所以 他的一切法里面 不取不死 没有取喜 没有分别 没有这种 一切随缘 而不攀缘 就自在了 就随意自在了 我们今天 生活很苦恼 苦恼的原因在哪里 不知道 此事真正 于一切法当中 有趣有识 不能随缘 是到处参与 那这就是 疑惑 造业 那当然这个果报 火业口 无中生有 本来没有轮回 这轮回是自己 之中 就是自己这个妄想 妄多 变现出轮回 自作自身 这都是 此事的真相 我们果然参透了 学会后 一定要学 祝佛 祝佛 祝世 这一个阶段 要学他的 以无戏神通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